看看新闻网 与前夫谢霆锋团聚 据香港地区媒体报道 张伯芝带子返港后不久 谢霆锋就派出御用司机 接母子回家 一见面 卢卡斯就马上跑到爸爸身边 不停地说自己想爸爸 而一项与冷酷外形诗人的谢霆锋 则眼眶湿润 不停地亲吻两个孩子 当初为避免港媒对孩子成长 造成不利影响 张伯芝选择独自带两个孩子 去新加坡 希望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这么一来 孩子与爸爸谢霆锋的距离 就远了不少 此番见面也是等待了五个月之久 虽然我的婚姻变成这样 但是我和拍照关系很好 是吗 是啊 就是我们会常常 一起做回妈咪爹地 给个儿子看 两个儿子会很开心 我们会一起出街 去买夜 去喝夜 去最近踢球 我打有道 暑假能够和爸爸见面 一家人团聚几日 想必是相当的幸福 拉姑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为此 奶奶还特地准备了不少玩具 带给宝贝孙子 如此简单的亲情 对于这么一个 什么都不缺的家庭来说 反倒成了奢侈品 别有港媒爆料 不知此次带优双宝贝回港 有试探停风的意图 不知风之今后 会不会选择复合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呢 娱乐前天地 复合也挺好的 编辑报道 编辑 transmitted